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3月15日 最近,因为硅谷银行的事情 我们看到有不少资金都跑去了黄金这边来做避险 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到底能不能买黄金呢? 又或者说,现在对于黄金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先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黄金的最大买家,也就是全球各国央行的动作 根据公开数据,2022年全球各国央行合计购买了1136吨黄金 这是创下了195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同时,这也是全球各国央行连续第13年净购买黄金 并且,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 全球央行购买黄金的动作在2023年并没有停止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大幅购买黄金的国家有 新加坡、土耳其、中国 同时,在1月份,全球各国央行黄金储备尽减少的只有乌兹别克斯坦 但减少的黄金储备也仅仅只有12吨 那全球各国央行如此大买黄金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说法 目前各国央行购买黄金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 首先是在目前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黄金长期保值的价值会得到体现 其次,因为黄金没有违约风险 所以,黄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工具 从这些角度看,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各国央行将在2023年继续看好黄金 并在2023年继续增加他们的黄金储备 我们不能确定的只是各国央行还会不会像2022年那样买这么多黄金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技术面 从纽约黄金期货的月线图上 我们看到,黄金在一波12年的大牛市后 是整整震荡盘整了12年 目前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是再次来到的关键阻力位 一旦确认突破,我们认为新的黄金超级周期就将开始 理由很简单,大涨12年,然后又横盘12年 所以如果突破确认,那下一个上涨周期会持续的时间也一定不会短 假如突破成功,那第一目标位,我们就可以先看3000美元附近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也就是,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黄金呢?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 假如你是不带任何杠杆操作,并且是长线持有的话 那现在当然可以买 但如果你是带杠杆操作的话 那我们建议,你可以等美联储明确不再升息后,再开始操作 而这个时间点,即便没有硅谷银行事件 我们也认为它最晚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